大家好 我们在家里面啊 做葱包羊肉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 多加一步 做出来的葱包羊肉 鲜香软滑 咬一口满口流汁 而且啊 好吃又下饭 用来招待客人啊 也是超有门哦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进来吧 一圈三连就给我关注 首先 我们把买好的羊肉给它动一下 然后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这样切的时候才更容易切 羊肉切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化冻 也可以啊 有效的去除啊 羊肉中的血水和脏东西 羊肉泡开之后 我们给它控干水分 接下来给它腌制入味 加入两克的鸡精 一克的味精 少许的胡椒粉 来一点点一瓶鲜酱油 有条件的话 再给它加入啊 两到三克的蒸一尺油 再给它加入啊 少许的通姜水 再来一点点黄酒 再给它加入啊 一克的食用盐 两克的蚝油 好 我们给它抓拌上劲 抓的时候啊 要手动 沥清 不然我们的羊肉啊 都给抓碎了 抓拌均匀之后 再给它加入一克的食用盐 加食用盐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姜生的牛肉啊 更加的软内 而且也能有助于羊肉排酸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手摸着滑滑的 粘粘的 这个程度啊 就可以了 最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湿淀粉给它加进来 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淋上少许的小墨油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冷藏箱 给它冷藏10到20分钟 然后我们再切点配料 大葱 给它切成轨道块 喜欢吃葱的话 可以多切一点 不喜欢的话 少帮一点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大姜 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 装入盘中 少许的大山籽 我们给它拍一下 然后给它做成笼 做好之后 装入盘中 在操作之前 我们先把锅给它划一下 锅一定要给它划透 不然我们在后期操作的时候容易粘锅 划透之后 油倒出不用 然后再次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在油温烧至3到4成日 我们把羊肉给它下进来 卸进来之后 比较轻轻的冻上 然后给它花个1到2秒钟之后 用勺子这个杯散 烤羊肉的时候不要焯的太老 焯的太老啊 口感就不嫩了 好 焯个30秒钟左右 然后我们就倒出控油 然后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下了葱姜 给它煸炒一下 炒香之后 把我们切好的大葱段给它放进来 一起给它煸炒 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淋入少许的一起煸酱油 接下来 我们把羊肉给它倒进来 仔细的翻炒冰淋 炒匀之后 这淋入少许的生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出锅之前 连着锅边给它淋入少许的香醋 这样去蒸香会挺腻 好 出锅装盘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这一份葱爆羊肉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炒出来的葱爆羊肉啊 羊肉鲜香嫩滑 不腥不柴 咬一口满口留香 而且超级下饭 做法也超级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进来吧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